Hello大家好,这是你们轮哥,李正德王者时间的垃圾 今天继续给大家来分享Randy的大师课里边的一些内容 接下来要讲到短跑的起跑这个阶段 好,这块就是说它起跑的第一步 你的后腿蹬出去以后应该是这样一个轨迹 然后回踩,蹬到地面上 因为我们需要的力是这个方向 所以我们希望要创造更多的水平力而不是竖直力 当然,有些异性的力量是这样的 但是我们希望能够认识到所有东西的垂直力 当然一定会有一些的垂直力 因为你得起一个支撑的作用 但是我们需要让运动员意识到 我们要往前走,要有水平力 但如果你看着,它不太重要是运动员意识到 或者其他地方 第一个两个步骤 你会有很严重的角度 然后你会把每一步的角度改变 到你这样的角度 所以每一步的第一个四步 第一个四步是你的重要的角度 让说前四步的这个颈骨的角度 应该是这样的 应该是它黑板画的这样的 我们要水平的走,我们要往前走 哪怕也是变向 包括变向也是一样的 任何运动里边都是这样的 你要变向的话 你想让你的小腿尽可能的离地面的夹脚近一点 这个夹脚小了以后 你变向的效率会更高 小腿的方向就是你要前进的方向 他这儿问了咱们上一期看的兄弟的 他的前后脚距离起跑线的长度是多少 Randy让他量好记下来 这他就提到了 你的步长基本是取决于你的GT length 咕咕大转子距离地面的距离GT length 所有运动员的人体测量学的东西 是非常重要的 你应该去测量你运动员的四肢的长度 非常重要 这块还要展示了一个咕咕大转子 距离地面长度的测量的方法 这块就比较快的给大家过一下 然后这块你需要讲你的大转子的时候 可以做这个外展 做这个髋关节的外展 然后这会给大家一个小的tips 大家可以试试做这个鼓鼓的内旋 内旋加外展 然后你反复多做几次 就能找着那个大转子有个小窝 有一个小凹进去的地方 你从那块摸大转子摸的就比较准 当然也因人而异 因为有些人大转子就是很好摸 就很粗大 很往外凸 所以这只是这个rendy教练给大家简单做了一个展示 所以通过这个鼓鼓的外展 反复的外展 然后去拿手去摸他大转子的位置 然后拿尺子来量 1米7 好 这块量完了 它的这个鼓鼓大转子离地面的距离是83.5 大家可以去自己量一下 说这个世界上跑最快的女端跑运动员 就是应该是她带过的 应该是这个84厘米左右 这东西就是完全是天赋 从你出生 甚至说就从你受精卵结合的那一瞬间 就已经定了 就没法改变 你的这个身高臂长这种纯基因的东西 也是没法改变的 然后所以说这个你只能是live with it 对吧 你只能去适应它 你只能去尽可能的去努力 这种东西是改变不了的 所以这就说了 这个我们量好GT length以后 量好这个鼓鼓大转子距离地面距离以后 然后放到他的一个rendy的表格里 这表格我之前也提过 后来我找到好几个版本 要给大家分享 放到这个表格里 他会得到一个比较理想的不偿 所以他说按照rendy的这个表格 算出来的第一步第二步的距离 但是这个距离是从哪到哪的距离 是从你这个后边的脚 起跑器的后脚 然后往前量 你脚应该落在的距离 so if he's at 0.79 right here this is 0.79 subtract that from 1.26 that would be the line here and now you'll know where his first step is going to be 所以他的这个不偿 他第一步不偿算出来以后 然后减去他刚刚量出来的这个79 就是这个后起跑器到起跑线的距离 你把这个减出来以后 你就知道你的这个第一步 应该落在起跑线往前的多远 就是他起跑以后 第一步应该落在什么位置呢 就是起跑线往前47 这个是一个比较标准的 刚刚randy也说是比较standard 随着说了你步子不能迈得太大 前几步如果迈得太大了以后 你就失去了向前的速度 因为你的筋骨就变得更垂直于地面 垂直于地面以后 你的垂直力就比较多 水平力就减少 所以说还是要keep pushing 一直要往前推进 前几步不能太大 1.26 2.31 3.46 4.71 那是你的步子 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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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整个步子 所以他说这个训练的时候 我们会在旁边放这种高速的摄像机 来确保你每一步的落点是对的 然后也会在这个跑道上做一些标记 可能是用一些小标记点放在边上 让你知道你每一步的落点应该在哪儿 然后反复地去形成这种肌肉记忆 但实际上肌肉记忆是一个有问题的 肌肉是没有记忆的 这个神经是有记忆的 神经驱动肌肉 所以是神经有记忆 它说这是他的脚 在足处的肌肉 后腿可能会自行这样 但是后腿的肌肉 треб 就如这样 但是 不止 他的脚枪和肩子 将员比 channels intimate 2.31 如果落点是在你的大转子的正下方 你只能往上走 如果你的前脚掌落的位置 是在你的大转子的投影的后方 你就会往前走 这是一简单的这种力学的分析 你的前脚掌如果在大转子投影的后方 你就会往前走 大转子投影的前方就会自动 这是一个简单的力学 这讲了一下他运动员的一个做起跑的时候的一些分析 就是一些实力 看他气跑的时候两个小腿是平行的 然后他的宽关节是要碰到上面那条线的 会拉一个东西在他的屁股应该碰到的高度 这样的话每次他起跑的时候 抬屁股都知道碰到那儿 就是说明这高度对了 如果没碰到说明屁股太低了 所以他真正这个运动员起跑的时候 不要把所有的注意力放在把膝盖往前踢上边 应该把这个注意力放在脚上 放在脚掌上 小鸟静过 想脚 Gently pull from here 就是它应该从哪开始拉开始发力呢 是从这个脚上 从脚上来使劲 Pu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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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 down Pull from here Pull from the top of your foot 从脚的脚面去拉 Pull There you go 对对对 Much better Pull You feel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at and using your knee 就说运动员应该学会啊 从这个top of the foot 用这个脚面去提拉来发力 而不是提膝 而不是从膝盖 You can see that his first step comes out but he's still maintaining a pretty good chin angle So he's now still pushing himself there Here's his GT right here 我们看一下大端子 这是脚 脚这个肩膀上 His movements are horizontal 前四步看第四步 So your question is how important is this 2 3 他会问啊 这个how important is this 就是他这个前四步到底有多重要 3 and 4 right there So you're asking how important is this those first 4 steps 大家想想 这前四步有多么的重要 所以这个他在问 问我们这些听课的人啊 就前四步到底有多重要 What do you think they are 你们觉得有多重要 What percent of his max velocity you think he's reached right there 然后randy问啊 这个前四步能达到最大速度的多少 这块我说了75% 再到了最大速度多少 at least 75 he's over 75% of the max velocity he's going to achieve in the first 4 steps 你看看我说的对吧 对 就是前四步实际上到达这个最大速度75% 这个我记得是在Rothman的那个书里边也提到过这个事 就是说前辈的这几步实际上非常非常重要 他就说这个你前四步会到达最大速度的75% 这个就是前四步的重要性 We do something which Ralph hates but I like 他说这个他喜欢用一个方法 但是这方法这个Rothman不喜欢 但是他喜欢是什么呢 So we'll actually measure the 7th step randy说他很喜欢量出来一个前七步的 前七步的每一步的位置 每一步的步长 然后让运动员去描着这个去练 So for you Here's your 7th It should be around9.06m 所以这表格就是你把你的这个大转子的长度填进去以后 他会自动帮你算出来 你的第七步应该到哪 到什么位置